登記以來,劉里的改裝車輪會去查到民眾的問題 一直沒有好的改革辦法 雖然有健康在處理,但是身後有憂慌 所以中華官環保局就在今年度 啟用議長室測應主動建設設系統 對社員太大,有議論車輪會主動來設設,以法再法 這台就是中華官環保局新啟用的議長室測應主動建設設系統 只要是超過86分佩,就會控制上 在經過人工的破端後,開端各發 從今年四月開始,已經去到43台車輪測應超過 其中經過人工相當破端,有三台可能違規,以法各發 登記以來改裝車輪很差的問題,一直讓民眾睡覺 尤其是在半面很安全的時候,更是讓人討厭 就算是保管處理,見方來的時候 車輪就不知跑去倒路 所以中華官環保局今年度 競爭這台議長室測應主動建設系統 對測應移入的車輪主動建設系統 以法規法 防止噪音的污染,我們在線內的經常被民眾 乘寢的路段,還有我們的噪音高污染車輛的熱區 規劃設置了五處移動式的噪音自動監測的攝影系統 那我們透過這個高解析度的攝影機 並且設定適當的分貝的觸發的照相 那我們在彰化市的中山路 以及分遠的大張路 圓林的圓東路 以及圓林大道 那這邊來設置這個移動式的自動噪音監測系統 那如果這個車輛經過的時候分貝超過86分貝 我們就會自動觸發來照相 那照相之後我們會進行人工的判讀 那如果這個污染的事實非常具體的話 我們就會進行來處分 那依據噪音管制法第十一條以及同法二十六條 來處罰新台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的罰款 因為之前曾經有過空間撤手非常蓋在前期 所以幾乎過程采用三種認證和三種罰款 而且給二路的車輛也會通知到中間驗 而這台設備是經過這個三道的這個驗證的程序 包括這個標準局的檢驗 還有這個環保署的相關的檢驗程序 都符合相關的規定 中華官環保協也好有名將 千萬五千維化的改正言人工 也就是開車的時候 挑戰發出很大的聲音 屁也不用想法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中華 蔡宏博德 我放了一道 請當中華